你 最新款的 你给我买的 公司买的 你没有手机 我怎么联系你啊 谢谢老板 那 作为回礼 我也要送给你一个礼物 什么 以预远林的项目 那位神秘的董事长 同意签约了 什么 干吗这么震惊啊 作为你的助理 我也不单单只会开车 还是有两把耍死的好吗 萱萱萱 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说过的 只要你一直坚持下去 我就会一直留在你身边 谢谢你 顾总 王总 之前在酒店 看到您和寻助理的关系 我当时还以为 您也就是单纯的爱美人 可昨天寻助理那番做菜 倒是很有骨气和魄力 我可算知道 您怎么对他恋爱有加了 作为男人 我不得不说 您可是真有福气 王总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那天在酒店呢 其实 她 她 其实是我的未婚妻 好好好 那 顾总 请 老板 你刚刚说的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呀 不那么说那天在酒店的场景怎么解释啊 难道让她误会 我们有不正当关系 我这么说可是为了你的清白着想 那你这样说我不就更没有清白了吗 怎么 你还不乐意 我的清白不也没有了吗 不用害羞 年轻人嘛 我懂 行了 董事长就在上面 他想在千元之前单独见你们 我暂时就不进去了 二位 请 董事长 您好 我们顾总到了 白斌 怎么是你 顾总 您好 顾总 您好 上次一别 我真心地祝你能顺利地拿下隐喻园林的项目 恭喜你 如愿以偿了 顾总请坐 白斌 不 白董事长 您之前是来体验生活的吗 雨萱 我们还是朋友 你像往常一样叫我白斌吧 顾总不用多虑 我没有什么阴谋 也没有窃取公司的机密 更不会做出什么危害顾市集团的事情 毕竟我是一个正经的商人 唐彤董事长 何必去遵降贵做我的助理 只是因为一些个人私事 与顾市集团绝对无关 白斌 你怎么不早说是你 昨天吓得我腿都软了 这不会是你给我们的考验吧 算是吧 我只是没有想到 我只是没有想到 堂堂顾总 会派你这个小助理 来帮她取最后的机会 不 不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我昨天是自己要来的 顾总这个人呢 你也知道 他绝对不会自己多解释半句的 哪怕不是他的错 他都不会多说一句话 而且我作为他的助理 又知道事实的真相 我是自然要替他解释清楚的 他说他怎么说 我错怪郭总了 向你道歉 白总不必如此 是我毁约在先 怨不得别人 既然大家都是熟人 那这个签约 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吗 当然 雨萱 你先等我一下 我有事跟白总商量 知道了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如果你今天 不给我个满意答复的话 我是不会签约的 顾总不必那么激动 我只是希望雨萱开心罢 不过 请你不要拒绝签约 要是雨萱知道 她一番努力白费的话 应该会很伤心难过吧 我想你和我 都不想看到她 伤心难过的样子 你说呢 郭总 你的天下 不信任何俩 我觉得有这种好事 没有天下 你不曾想必须 你想去啊 你不想我 我还没有 你不想你 你便想我 你不想我 你不想 决定了 老板 咱们都签约成功了 你怎么看着不太开心呀 有吗 没有啊 别担心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